Dilution有幾種方法,你可以再打一個Tosser 點 打一個Tosser,因為他這邊可以自動去幫你去抓一下參數,Tosser點 點下去有兩種選項 一個是Long,一個是Short 我剛講過了,Long的話是三秒鐘 Short就是一秒鐘 我們三 三秒鐘好了,OK 最後的話再加一個封號 就搞定了 那這個地方,我跟各位講,這個地方Long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打三千 或者那如果一秒鐘就打一千就可以 這樣也可以啦,兩種方法 一種是直接打什麼 打這個叫Tosser點Long 點lexLong 就是三秒鐘 其實有時候我比較偷懶,我就打三千就好,你就記 三千,為什麼三千呢 因為他的單位是毫秒,毫秒的話 有沒有,那三千不就三千毫秒就是一秒,就三秒鐘 毫秒就千分之一秒 OK 那有的時候我習慣打三千啦 OK 那另外的話呢 底下如果else 有沒有反之 如果說他密碼不正確的話 那就跳出什麼 跳出密碼錯誤嘛 所以上面把它貼下來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密碼錯誤 這樣就OK了 錯誤 其實Tosser非常好用 有的時候 很多同學說 要debug怎麼辦 有時候你錯誤,你那個裡面變數裡面的詞 有時候你不知道裡面詞是什麼 沒關係用Tosser,Tosser出來就知道了 有時候我也會用Tosser來當 Debug的一種方法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啦 但你可以看自己習慣 可以Tosser出來 OK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把它save 對不對 save之後的話 然後再來就run一下 這邊有一個error 因為這邊 程式從別的地方貼過來 他都會出現這個 請你把它刪掉 這樣OK 把它save一下 save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來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run出來 按右鍵有沒有 執行為enjoy application 這時候的話 如果你模擬器有打開的話 底下會有訊息 他幫你砍拍整的APK 並且幫你用 幫你丟到那個模擬器裡面去 這個時候的話應該就跑起來了 那這個時候把這個字打上去 不過這地方我好像還沒寫這button事件 如果你打上button事件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也會出現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自行完成 那等一下清除 確定就完成 最後等一下還在講結束 OK 那其他的button我想也是一樣的 請各位 把b01 有沒有 再鍵4鍵 到b09 其實你鍵一個之後 其他用copy貼上就可以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記得 最後要點秀 點秀一下 他才秀得出來 所以後面一定要 都點秀 點秀的位置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後面加 因為他可以串在一起 他是一個匿名物件 直接打一個點秀就可以了 OK 那其他的話再增加那個 b01102 b0102 我講前面跟前面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贅述了 然後就把它save之後 程式寫完 寫完之後的話 就把它直接來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run起來的話 123 對不對 那如果按清除的話 是 清除的話 應該是全部清除 不過後來要改寫 那如果說你要清除最後一個字 請參考一下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還記得吧 有沒有 先取得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用什麼 裡面有一個 就是swing的一個方法 叫subswing 有沒有 還記得剛剛講的 刮鬍對不對 0 從0 這個字 豆點 然後呢 s點什麼呢 他的lex 減1就好了 OK就會扣掉最後一個字 所以請各位字型再改型 這個方法用的非常多 因為尤其是subswing 切字串 非常好用 一定都會這樣 然後會利用其他的那個 類別方法 其他要什麼 像 index of 比如說你要去找到某個字 從某個字切某個字 常用的像 從網頁裡面去抓某部分的資料 index of 非常好用 好像有時候我們App裡面要去抓 某個網頁上面的資料 對不對 那網頁下來不是 那個html html某部分的資料 我要 那你可以 去 用index of 找到某部分的位置 再從某部分的位置 去切 從哪個字 切幾個字 這樣的話 切出來就是你要的東西 就可以放在你手機裡面 可以看到 結果 像我在後面的範例 有那個 比如說從什麼 從那個台灣銀行去抓匯率 比如現在美金 一塊錢台幣 就是 那個一塊錢美金可以換多少台幣 那這部分的話 也可以動態去網路抓 抓回來直接秀在手機上 不就很方便嗎 對不對 所以網路上有的東西 這個也是很好的素材 其實現在很多人 網頁上有 可是手機App沒有 那怎麼辦 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把那些